你好 欢迎来到相帅中国财富报告 我是相帅 上一讲我们说到大城市的胜利 尤其在2020年 中国是从城镇化转向城市化 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拐点上 大城市会越来越成为未来财富的载体 但这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城市真的是所有人的蜜糖吗 高密度的鸽子龙住着不舒服吧 每天上班累成狗吧 房价这么高买不起 小孩上学得抢学区房吧 其实我想这些事 大家都会觉得特别有压力 所以以老实纠结 我想离开行不行 我非得待在大城市吗 我今天这一讲想跟你讲的 就是还真的有一些职业 必须待在大城市才有前途 因为这些职业属于大城市的衍生品 所以这一讲我就跟你说说 哪些职业必须待在大城市 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想一下就明白 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我们关注什么 无非是几个要素 工作机会 薪酬 还有劳动力的流动性 所以假设某个城市 能为某个职业提供这三个要素的溢价 比如说更多的工作机会 更高的薪酬 更高的流动性 那么我们就会认为 这个职业和行业拥有这个城市的居住特权 比如说时尚行业 在伦敦和纽约 肯定是有更多工作机会 更高薪酬 更大流动性的 那么这就是时尚行业的伦敦 或者纽约特权 好 那么到底有哪些职业 有大城市的特权呢 在前面我跟你讲过 2020年中国进入万元美金的中产社会 所以我以一个典型的中产职业 程序员为例 来分析这个问题 这里可能有很多同学很奇怪 程序员为什么是典型的中产职业呢 首先他们收入高 是城市就业人口中 行业平均薪资最高的群体 其次呢 他们的教育层度高 平均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 最后 他们还很讲究生活品质 对 你没有听错 我们团队用覆盖数亿人口的消费数据发现 程序员其实在名表 还有名车上的消费比例更高 而这些呢 都是典型的中产logo 其实啊 程序员是典型的 有大城市特权的职业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接下来我从工作机会 薪酬和流动性三个角度 替你做分析 咱们先看工作机会 对于中国的程序员来说 现在呢 比较活跃的278家 IT服务上市公司呢 是咱们这个行业招聘最大的蓄水池 那这些公司在哪里呢 我们呢 将这些公司在地理上的分布 做了一个分析 我们看到 一个北京就占据了行业的半壁江山 北京的IT服务上市公司 多达101家 包括百度网易 爱奇艺58 同城默默 新浪搜狗 第二梯队呢 是上海深圳和杭州 这三个城市的IT服务上市公司的数目 分别是多少 37 26 20 但要注意啊 就上海虽然说数目 稍微比杭州和深圳多一点 但是你一考虑到企业的质量 杭州和深圳呢 就马上反超了 所以呢 依然都属于第二梯队 再接下来就是 成都 广州 南京等五个城市 组成的第三梯队 每个城市 大概是五到十家 IT服务上市公司 我在文稿里呢 给了你一张图表 你会看到 中国仅仅有13个城市 拥有三家以上的 IT服务上市公司 没有在图表上的城市 就是两家以下 甚至很多城市 就是零了 换句话说 一线和次一线 有着程序员们难以割舍的 巨大的工作机会 其实也不单单中国是这样 全球都这样 美国318家 IT服务公司 113家 集中在加州的 圣河西和旧金山 而英国是 113家 IT服务公司 基本上一半都在伦敦 说完了工作机会 我们再来看看薪酬 我们团队呢 整理了程序员的招聘工资 然后呢 绘制了一个 2019年上半年 程序员薪资完整的 城市图谱 点开文稿 你就可以看到了 在文稿上 其实你会发现 一个清晰的趋势是 人口急剧程度 越高的城市 程序员的学历 和工作经验的 溢价越高 比如说 北京本科学历 程序员的 月平均工资 是1.8万元 到中专学历 就下降到了8000 而在维坊 济宁这些城市 本科和中专 学历程序员的 月平均工资 差异呢 仅仅只有1000块钱 再比如说 北京和杭州 5到7年工作经验 的程序员 和只有一年工作经验 的程序员相比 月平均工资 差异最少是1万块钱 而在绵阳 哈尔滨 海口这些城市呢 这些差距 只有1000块钱 还有啊 一个本科 刚毕业的 普通程序员 在人口规模 1000万以上的 大城市工作 和在500万人口 以下的小城市工作 起薪能差 6000块钱 而且呢 薪资的涨幅 也非常不一样 所以10年之后 在大城市工作的 平均年薪 能够达到45万 而在小城市只有13万 而且大城市机会多 所以你稍微冒点尖 就能达到百万级 这是收入水平上的差距 再来看流动性 市场大 工作机会多 自然就意味着流动性大 而且你想啊 一个深圳 或者北京的程序员 要回到成都长沙 这是很好找工作的 但你反过来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更何况 大城市的 IT服务公司多 其中很多是 全球化的公司 跨国流动也多 你像印度IT服务业的兴起 就因为有美国 大量IT从业者的回流 整体来讲呢 就是程序员 这样的职业 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 就是特权城市 但是呢 程序员不是特例啊 还有一些职业和行业 就是特别适合 待在大城市的 比如金融行业 在文稿里 我给你画了张图 你一看就明白了 截止2019年底 我们国家呢 一共有141家 注册的基金管理公司 管理了14.2万亿的资金 像上海深圳北京 分别是64家 31家和22家 一共是117家 管理了11.1万亿的资金 所以不管是从工作机会 还是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来看 金融头部职业 对北上深这三个城市的 依赖是非常大 那薪酬差距就更大了 这几个城市 金融分析师的平均年收入呢 是其他城市的3.53倍 那除了金融之外 我再给你一个例子 像集成电路的研发工程师 咱们中国有34家知名的集成电路企业 光上海就有多少家呢 就有11家 所以你去看 如果一个西安较大的电子系的学生 他在西安找到对口工作的概率 非常的低 大概只有在上海找到对口工作概率的 10%左右 而且呢 那个薪酬的差距也很大 一到三年经验的硕士生 他的薪酬和上海相比呢 是差67% 而且呢 随着年资的增长 这个差距还继续扩大 当然 肯定不止只有这几个职业时和呆在大城市 但是我们可以把逻辑再往前推进一步 凡是我们所谓的中产职业 也就是那种人力资本高度密集型 高度智力型的职业 它本质上都是趋向于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的 所以这些人是天生的大城市动物 那这背后有什么原理呢 这背后有一个经济学原理叫做知识外溢 knowledge is over 什么叫知识外溢呢 你去关注一下现在企业的办公室 你就会发现公共区域越来越多 小会议室越来越多 这就是要去让想法创意思考聚在一起 产生外溢和扩散的效果 很多人可能会问 哎老师现在技术改变生活 通讯啊交通这么发达 现在都给线上工作了 那知识外溢非得待在大城市聚在一块吗 我想呢先问你一个问题 上世纪到现在 你们觉得交通通讯是越来越发达 还是越来越不发达呢 飞机公路铁路高铁BP机固化手机智能手机不断升级 咱们人们见面一起工作的需求降低了吗 没有 人类像大城市聚集的步伐停止或放慢了吗 也没有反而加快了 你看啊 其实即使现在所有的技术可以提供越来越便利的服务 但是人们啊 面对面交流工作的需求却从来没有降低 为什么呢 因为想法和创意它有很强的地缘性 越是知识中心想法和创意它就滚雪球越快 有研究表明啊 引用一个专利的数量 它与地理上的距离是呈明显的反比关系的 如果呢 你和这个专利的距离越近 人们引用它 使用它的次数就越多 所以在大城市里 同一个都市圈类引用 同一项原创发明的概率能差25% 换句话说 技术也罢 交通也罢 通讯也罢 这些技术进步 它不会降低知识外溢的大乘需求 甚至呢 会引发更多的大乘需求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技术改变了人力资本累积的基本方式 而且越是脑力型 智力型 越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越需要朝着大城市胜利的这条路去走 文稿里呢 我给你列出了十大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希望呢 也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好 那讲这么多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所有的机会都被大城市攫取了 生活在中小城市的我 还有没有机会呢 那明天的课程里 我再给你讲 好 最后呢 给你留下今天的思考题 我想请你思考一下 你所在行业 你所从事职业的特权城市是哪个 你可以不限于中国 你可以从全球来考虑这个问题 希望呢 你能够把你的思考放在留言区 跟我们所有的同学一块分享 这里是相帅中国财富报告 我们下一讲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